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呢 中间这一位C位的是我们赖清德总统 左手边这一位是韩国瑜 右手边则是这个蒋万安 你来看看这个赖清德的手 他当时是跟大家握手 然后握完手之后呢 他好像是有稍微拍了一下蒋万安 那有人说他是在推他 到底这两个人是拍还是推 好像有两种说法了 来 网络上面网友还原现场 有人认为这个叫做提醒 因为你看大家都在挥手 那个时候蒋万安没有挥手 所以他就说应该是提醒他说 挥手 大家都在挥手 但也有一种说法是 推了蒋万安 好 蓝颖呢 有一位不具名的人士 他讲说提醒的话 你拍一下就好了 你干嘛要拉 甚至呢 他们也觉得说 蒋万安又还没有要走 你干嘛要提醒他挥手 好 这各种的说法啦 大家呢也在A 说呢 赖清德进场的时候 大家如果没有站起来的话 他会不会生气 不管怎么说 现在这个小小的肢体动作 在网络上面引发了各式各样的讨论 好 可是昨天讨论最高的 到今天为止还有很多人在讲的 则是他的这个祖国论 赖清德昨天呢 出席的时间并不是太长 这里面包含了这个重要的演说 这场演说他就是以这样为基调 叫做呢 两岸是互不隶属的 他想要呈现的就是说 备份论字排备来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 还没有中华民国来的资深 所以呢 真要讲的话 就是两国或不隶属 同时呢 对岸如果说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点的 他还要叫我们祖国咧 这样的讲法今天登上了各大媒体版面 甚至英国的卫报 网站的首页也有这样的报道 说论籍年纪 祖国论已经在台湾 在两岸掀起争议了 党政人士不具名 他评论说是因为这个叫 定谋两岸论述 说是要全世界共同来面对 甚至呢 这段话 其实他也是在像前一阵子 在十一的时候 对对岸来祝贺的时候 要用词潜自 这些表演工作者 他在跟你喊话啦 要去除过去的旧史观 可是我们要想啊 赖清德之前不是说 人家是因为需要养家活口啦 也有他的难处啊等等等 不管怎么说 现在呢 他是有一个新的定位 现在才刚刚发出了祖国论 结果看到的是 今天上午的一个最新消息 就是对岸呢 是已经来了 20架次的军机 好就20架次呢 是在短短的 两个多小时之内完成 好甚至呢 他们越过了中线 大概有16个架次 也进入我的 北中西南空域 结合共建执行 联合战备警循 大家就开始在说了 两岸之间 现在那个兵凶战危感 越来越高 先前呢 是有一个神秘的数字 叫做2758 甚至讲到 连两岸之间的商界大老板 而且是台湾上 很厉害的半导体产业 说酒喝多了 都会突然跟对断讲说 你有听过一个数字吧 2758现在变成了一个密码 是吗 而且呢 北京现在呢 也有人是这样子在推测 华府那边推测的是 他们可能根本就不会打 而是要像孙子兵法这样子 不驱不战而驱人之兵 也就是呢 可能从经济的层面 或者是呢 从这个网络战的层面来下手 让台湾人呢 根本不需要被动军事 然后就直接的臣服了 这个是呢 华府智库的最新台海兵推 可能根本就不涉及军事 可是问题是 对岸的军事 现在确实实力增加 包括他们的骁龙 包括他们的歼10C战机 通通都已经要抢攻国际的军武市场了 亚赛拜兰呢 这个骁龙战机 现在买了之后 现在也包括了很多国家 都开始在想说 是不是可以来采买 这个CP性价比很高的战机 另一种呢 则是它的隐形战机即将亮相 在珠海的航展上面 传出歼31可能会正式出场 因为以前呢 这个大家讲 都是好像看得不是那么清楚 如果真的正式出场的话 可能就能够让大家一窥 到底千三一有多厉害 来请教一下亮哥 您怎么样来看 两岸之间的氛围 现在看起来 是很难 好好的来对话 来说话 台湾现在朝野之间氛围 就这么一个 到底是推 还是拉 还是提醒 就这么一个动作 也引发很多讨论 我觉得应该是提醒他要挥手 不是说 一定一个讲法是说你太帅了 你挡到我 有人就这样讲法 是这样吗 我认为耐心的不至于这样 不过他就觉得他要离开了 我在挥手你怎么不跟着我挥手 提醒挥手 但是可能是想说你为什么不跟着我挥手 就是我要离开了 大家都一起挥手 这也表示对我的尊重 他一定是从自己出发的 不是提醒他善意 不 就是你要跟着我挥手 是这个意思 不是画面比较好看什么 我当然比较好看 就是韩国瑜也在挥手 你怎么不会有这个道理 我觉得他昨天这个主国论 我是觉得蛮怪的 因为有一些人要帮他洗地 比如说小丽媛 就帮他解释说 这搞不好是一个契机 因为回到中华民国 而且没有加台湾 而且好像回到中华民国人民 怎么可以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祖国 这个论述就是回到中华民国 包括中华民国国民这个概念 可是我觉得小丽媛可能 太帮他想了 我认为恐怕不是 我认为就是 另外一波冲突的开始 不然你看那个 10月时候他的演说你就知道了 这个 他事实上就是对台湾的演艺人员 在11的时候 在大陆做表态 他就不满 我就觉得很奇怪 他怎么这么没有耐性 蔡英文任内八年也都是这样 另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他对双十国庆晚会 由韩国瑜主导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就是充满了中华民国要素 他不满 所以我跟你讲 是这两个因素撞在一起 可是因为他相当没有风度 因为上国歌也不来 然后他讲完话就走 前后只有八分钟 所以令在场的两万人 我敢说是绝大多数 都相当不以为然 我认为赵兆康写那个脸书 是满准确的 就说你要干嘛 你也不留下来 也不唱国歌 就这样讲一讲 我们在场两万个 有哪一个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主国的 所以就觉得莫名其妙 就好像是他有话要说 可是场合不对 你事实上如果对演艺人员 当时的十一的讲法有意见 你那个时候就要讲 而且不一定要你本人讲 你可以透过总统府发言人讲 或者陆委会等等 而且你记不记得陆委会 那时候是怎么说的 陆委会还说 在他们那边有不得已之处 陆委会还充满体谅 结果你在这边发飙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所以我坦白说 后面那个因素更重要 就是过去我们看蔡英文 他执政八年 他国进的场 他都做至少九十分钟 他做得满足的 做得满足的 为什么呢 因为都是自己人办的场 对 他都选择 民进党的执政县市办的场 是 淋雨的那场是台南 对 好几场通通都是 在宜兰也有很多 反正都是民进党执政 所以他就回的觉得 舒服在自己家里 整个论述 还有整个布置 都是民进党的场 我觉得赖清德是严重不适应 可是很不幸 这个情况他要面对四年 对 而且明年应该还是韩国瑜 韩国瑜肯定 又是充满中华民国要素的 一个场 所以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他真的满怪的 就是说这个就是现实 因为这个场向来就是 立法院院长主导的 是 以前立法院院长都是民进党 你现在就不是 你怎么会没有这个心理准备 还有当然也包括蔡英文 对在大陆求生存发展 人家有一些无奈之处的表达 蔡英文是比较能够谅解 包括台商 包括演艺人员等等 所以蔡英文从来没有 把这个当议题 结果她现在大作文章 我跟你讲 你要大作文章也可以 祖国论大家就来好好谈一谈 你以后基调都回到中华民国 我们就看你是不是真的这样 这次27582决议 国民党提中华民国为基调的论述 你为什么不接受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中华民国 是不是也包括1949年之前 大陆那段历史 你如果要说113年 对不起 从民国元年到民国38年 这段历史你要不要认 是啊 那你如果要认 那抗战 一大堆918 还有这个光复节 你要不要认 我跟你讲 接下来问题会一堆 所以我认为 他完全没有深思熟虑 就是一个临时起义的动作 平时觉得他讲太快了 是不是 不够精心设计 没有想到后面要怎么样来论述 请教一下杨老师怎么看 因为他没有进场唱国歌 国旗歌 对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政治讯号 他不只是说因为在那个场 是韩国瑜办的 然后蒋岸安是市长 那等等之类邀请的人 国民党的立委 很多人都出席 他所以就前面不去 可是他还是去致辞 而且他的致辞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还是待了八分钟 对不对 那要不然就不要去 不要去还不用安检 他选择去 而第一个活动就是大家一起 而且是我们奥运奖牌的得手 一起带领大家唱 中华民国国歌 国旗歌 他不进场 他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他不进场唱国歌 国旗歌 他就是拒绝 不是说在他不喜欢的人的身边 他拒绝唱这个国歌 所以我要问赖金德 那你的祖国是哪一国 你的祖国当然不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但是似乎很难相信 你能够说得出来 我的祖国是中华民国 还是那个还没有成立的 台湾共和国 在你心里面 已经是神圣的 要把他努力的往前推 所以当他说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中华民国的时候 第一个他把过去 蔡英文八年讲的 中华民国断代史 也就是说1949年之后 才成立才存在的 他把他已经掀掉了 然后又讲到 75年前的大陆人民 这样子的概念 你又把你台湾地位 未定论给否决掉了 是不是 但是我觉得他的用意 根本都不是在这边 他的用意其实就是要去 做一个对比 两国互不隶属 所以你们这些人 不要再称呼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祖国 但是赖信人 你的祖国是哪里 一定不是中华民国 否则你为什么不唱 中华民国国歌跟国旗歌 然后我就必须要提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空间 我们就大家了解到 其实他有点出来 不要专注于赖清德 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中华民国 都有一个主权的交叠 在我们的宪法上 因为我们的宪法上看就是如此 我们是固有疆域 我们是1911年成立 他们是1949年成立 然后都属于中国 在宪法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架构 这也就是所谓的一个中国 或九二共识由来的 根本的政治基础 而这个政治基础就是维持两岸 稳定的政治基础 你要知道去年 我们跟大陆做生意 我们赚了出口大概2000亿美元 到大陆去 然后我们赚扣掉进口的700亿 我们赚了1300亿 顺差 1300亿换成台币是多少 4兆以上的台币 我们今年的 整年的政府预算才3兆 而近来1到8月了 1到8月 因为今年的这个贸易 两岸的贸易又增加了 又增加 你知道去年 那个2000亿占我们整个 对外贸易是多少 46% 我们自己财政部说是35% 但不管46 35 台湾人很清楚 两岸的贸易 两岸的稳定 是要靠大家共同去维持的 这个绿营的人可以骂我们 但是你赖金德 你要搞清楚 你是做领导人的身份 你不要把这个话越讲越僵 搞得后来蟒蛇战略 就真的成真2758 我帮各位解读 2027年5月8号 但这个当然满 这个意想天开的想法了 这是希望不要 但是也必须要讲 在昨天看到她讲出 这个祖国论的 这样的一个论调之后 也有很多人在问 过去蔡英文好像 在这样的场合 她讲的空隙 会更圆融一些些 她的位置会摆得更高一些些 就是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意象 就像刚刚亮哥说的 给别人讲不行吗 他一定要从他嘴巴里面讲出来吗 因为他是总统 他所代表的不一样 请教卓老师 好 我想说不定 这个赖金德总统觉得很委屈 他好像是要传递善意 结果都被大家错误的解读 但我认为其实 有一些地方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就是说 他可能真的不是一个非常纯熟 在外交 在两岸这个方面 所以他老是要去修正 老是要去做一些调整 首先大家看到 祖国论其实要讲的是什么 就是他在就职演说里头 谈到就是说 两岸是因为 两岸人民是分属不同国籍 所以就得到了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 然后现在他就说 其实大陆地区75岁以上的人 有可能中华民国是他们的祖国 所以就是修正 他在就职演说里头 所讲的内容 那就表示他原来对这个问题 他就没想清楚 同样的事情 这次又发生了 他在演说的时候提到了什么 他在总统府的讲稿上 跟他后来演说有一个落差 他在演说的时候提到是 邻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刚过了75岁的生日 可是在总统府官网上 公布的文稿上 没有邻居的这三个字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落差呢 这很显然原来你搞的人 他是没有有放邻居的 后来他居然脱口讲了邻居 邻居的这三个字可不是小事 因为按照中华民国宪法 大陆地区仍然是中华民国民族 他就不是一个邻居的概念 但结果他本来是要讲的 如果他本来是想要传递善意的 有了这个邻居的加进去以后 那个善意就消失了 就打了很大的折扣 所以我才说他可能真的对于 怎么样处理这个两岸问题 怎么样处理这个对外关系 他真的是不够嫌熟 所以会出现这些问题 那当然也刚刚也提到了 就是说对于这个 他的这个具体的一些做法 就是说到底这个祖国论 我们该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其实很显然就是说 当然我们刚才讲到 就是说两岸其实根据这个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两岸本来就不是根据国籍来区分 两岸是根据户籍来区分 这一点其实是非常清楚的 但我认为其实赖总统昨天讲的 更让大家很担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当他在处理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前面出了问题之后 后面这些侧衣马上补起来 就把他的善意都打消了 比如像你今天在这个场合里头 应该是要诉求全国民的团结 但是现在不行 彻翼马上就出来批判这个蓝营 蓝营是没有办法回应的 或者蓝营又是固守在 这个旧的这个国家主张里头 其实这些本来你应该要做的事情 因为你自己做不到 然后你的彻翼 又还是用你们既定的思考 那些抗中保台都出来 所以你就很难去施展 你想要达成的这些目标 所以我认为这些东西 其实是表示说 你要有一个非常全套的 全盘的思维 然后有效地去推进 但他可能不在意 他现在可能关心的是什么 是流量 然后他可能要看到的是什么 就在国际媒体 把他的这个讲话 通常都报道出来 像英国卫报 把他放在首页 他觉得很满意 所以我认为在这眼上 其实赖总统也跟 柯文哲民主党主席看齐 就是流量第一 但是如果你们真的重视 英国卫报的这个报道 请注意他的那一篇 上面用的标题是什么 是中国大陆 赖总统从头到尾都没用这个词 我认为其实还是要提醒他 如果你真的要按照中华民国宪法 那就不应该称对岸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应该称它为大陆或中国大陆 好 这样听起来 他有没有论证的更清楚一些些 很多事情其实现在 是有相关的法理可循的 就是了